虽然有关肖战的争议还在继续 但是和杨子主演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 仍备受关注和占据带过去的首位 毕竟同时去年各自带爆款剧的一个杨子肖战 这对帅男美女的合作真的是首次受到广大网友们的关注和看好 那我觉得也是非常理解的 由于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没有出现在湖南卫视的招商会上 有消息声由杨子肖战主演的新剧上新问题似乎发生了变动 许是因为受到了肖战的影响吧 要知道《余生请多指教》在拍摄期间就已经作为湖南卫视重磅首推的上新剧之一了 观众们期待的呼声也极其的高 而预告片从首发到现在播放量也突破1.53亿 可想而知这部剧受欢迎的程度了 如果不是让新的话实在是太可惜 以及太浪费肖战养子这位好演员的表演了 不过先不说上新问题是否属实 但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已经拿到发行许可证 是实实在在的事情非常值得庆祝 这意味着离首播更进一步了 同时也说明了官方认可该剧的质量和肖战养子两人的演技 且仔细那么一看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 拿到发证的日期竟然还是在5月20号 这恰到好处的缘分也太甜蜜了吧 似乎是在对应肖战饰演顾卫和杨子饰演林志孝 即将上演甜甜的案情 开始有一种公开洒粮的地势感了 相信不少人此刻的感受就是早就已经对预告片不满足了 只想要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首播 只是觉得可惜的是 由杨子肖战主演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 上报的结束居然就只有32集 相对于其他的影视作品 32集属实是有点少了 更是被网友吐槽想要看颜值演技在线的男女主 长久而又甜到呼呼的恋爱就真的太难了 但这也看出来了 应该不会出现其他影视剧注水的情况 浓缩的都是精华 相比观众们会反复的观看任何细节都不会放过的 由杨子肖战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 已经成功的拿到了发行许可证 而据网友爆料 已将在6月首播 你们期待吗